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作为家人 大家吉祥 上一节课 我们使用讲演术要略 进入第四章 言语声调 一开始就谈到 假始终发音 因为讲演 是靠我们的音声 那音声的运用 也显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这个部分 举了一个历史的公案 宋朝的王勉 进京赶考的读书人 写的文章 经过他的宣读 多得登地 所以他的言语的运用 可谓天下第一 接着呢 我们 进入 这个以 词文的 配合 词 是指 是指我们的言词 文 是指讲词 讲稿 也就是说呢 这段讲演词与讲稿 配合运用 也就是 所准备好的讲稿 怎么在台上 与言词 配合 一开始 谈到了 文篇有蓝 潜以略述 发挥议论 意重 词蓝 文是指 讲词 就是 讲稿 是他的 讲的 你用的言词 蓝 是指波浪 就比喻变化 所以讲词上 有变化 这在 第二篇 段落 层次 的起承 转合 已经略有 说明了 而在 讲台上 发挥 议论 也要 注重 言词上 的 变化 就是 讲台上 重视 言语 声调的 高低 运用 好 那接着 进一步 说明了 该怎么 运用呢 表稿材料 是 讲体 段落 层次 是 其栏 言语 声调 是 讲用 缓 急 高低 是 其栏 段落 层次 之间 各有 起伏 开合 之事 缓急 高低 之处 腹背 铿腔 从 撑 之音 又 此 蓝外 之蓝 法 中 之 法 也 好 到这里 是一段 表稿材料 是 讲体 段落 层次 是 其栏 表稿材料 是指 讲稿 体 是 主体 这个 讲词 是 讲演的 主体 段落 层次 是 这个 讲词 的 变化 言语 声调 是 讲用 运用 缓急 高低 是 其栏 是 它的 变化 言语 声调 指 言词 是 讲台上 的 运用 对于 音声 的 运用 缓急 高低 是 它的 变化 那 段落 层次 之间 各有 起伏 开合 之事 讲稿上的 段落 层次 又有 起伏 开合 的 变化 那 那 这一句 是 指 前句 段落 层次 是 其 蓝 所以 这个蓝 就是指 它的 变化 那 缓急 高低 之处 腹背 坑腔 从 称 之音 这个 坑腔 从 称 之音 是形容 人 说话 音声 之 美妙 令 讲演 更 生动 在音调 缓急 高低 的运用上 又有 坑腔 从 称 的变化 所以 这一句 其实就是 呼应了 前句 说的 缓急 高低 是 奇蓝 这个就是 它其中 又有 变化 那 此段 的 讲法 就是 讲稿 材料 是 主体 它的 变化 是 段落 层次 那 段落 层次中 又有 起伏 开合 的变化 那 言语 声调 是运用 那 它的变化 是 缓急 高低 但缓急 高低 当中 又有 坑腔 从称 的变化 所以 像这样的 变化中 有变化 方法 方法中 又有 方法 那 这个就是 蓝 中 之 蓝 法 中 之 法 也 所以 这个都 看实际上的 运用 我们说 重重 无尽 这个蓝 中 有蓝 法 中 有法 都靠 我们 怎么去 善用 那 下面 提到了 讲演之时 运用 言语 声调 其缓急 高低 致因 随其 段落 层次 那 首先 说明 在讲台上 言语 声调的 运用 声调的 缓急 高低 要配合 讲稿段落的 内容 来表达 如同 演员一样 他的 表演 动作 完全依照 剧本的 要求 那 以下 说明 言词 与 讲稿 内容 配合的 一般 原则 把这些 原则 说明 清楚 好 我们来看 下一段 文 紧张处 当用 急语 高声 顺其事 以正之 文 缓和处 当用 缓语 低声 顺其事 以行之 这个把原则 讲出来了 接着又 辟语了 欲细浪 则 随其细 欲红蓝 则 随其蓝 缓急 得忠 有阳 有义 譬如 作乐 方程 其音 这又是一个 比喻了 用 演奏音乐 来做比喻了 好 第一个原则 是讲到 这边 讲稿 讲到 紧张处 讲到 阻止 需要 强调之处 此时 需 带动起 听众的 情绪 这个时候 当用 急语 高声 顺其事 以 正之 我们看 这一段 文 有一个 最核心的 字 叫 顺 顺势 而为 做什么 事 都要顺势 所以 当用 急语 高声 顺其事 以正之 音声 转高 顺着 讲词的 走势 振奋 听众 的 情绪 这是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 讲到 文 缓 何处 这是指 一般 讲到 次要的 内容 不是 阻止 不是特别 强调的地方 那这个时候 当用 还语 低声 顺其事 以行之 就 语气 渐 缓慢 音声 较低 随顺 讲词的 走势 来运行 那底下 举了两个 批语 在 欲 细浪 则 随其细 这个是指 这个文 缓 何处 随其细 那就是用 缓 语 低声 顺其事 以行之 欲 红 蓝 则 随其 红 欲 红 蓝 就是文 紧张 处 随其 红 就是用 急语 高声 顺其事 以正之 那这个 批语 就是 红 蓝 好比 小船 欲 大风 风浪 一样 此时 必须全副精神 灌注在其中 才能应付 得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犯过舟 因为这些疲愈假如你曾经做过的话 可能会比较有感受了 所以演讲一如是 缓急得忠 有扬有益 这个是指能守住前面两个原则 缓与急 能和讲语 能和讲词内容配合的恰到好处 那当中音声有扬 有益 这样才能达到 讲演的高峰 那下文呢 在以 奏乐 比喻 譬如 奏乐 方程 齐音 那就如同音乐家在演奏 一样 他必须依音谱 演奏 那虽然是依着音谱 但是这个曲子假如从头到尾都很平 那可能大家听着就睡着了 那音乐是这样 那演讲也是这样 所以该高音时就高音 该低音时就低音 才算是乐额的乐曲 那大家仔细去观察 那很好的音乐家 他在弹小提琴啊 或者弹钢琴啊 小提琴应该是拉小提琴 弹钢琴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 他特别投入 好像他就融入了那个音乐里面去了 所以他融进去了 可能一首曲子 可能一首曲子他都有一种 意境在其中 这时候就随着 那个意境啊 该高该低啊 演奏者啊 跟这个音乐就融入在一起了 推辞蓝以柱文蓝 文艺争齐雄脉 这个推是推动 这个推是推动的 是指言语的缓急高低 那文蓝 这个文就是指讲稿嘛 所以是指讲稿之层次 段落 启程转合的变化 所以这一段文蓝是指指波蓝 就是波浪 就用这个蓝来比喻变化 所以运用言词的缓急高低 来帮助讲稿上的段落层次 起层转合的变化 所以我们这一段文叫 词文配合 所以虽然讲词上 它本身有段落层次 起层转合 的变化 但还要借助 我们延迟的 这个缓急高低 才能更凸显出来 所以你延迟 缓急高低 运用得好 那这个讲稿呢 所谓文艺争及熊迈 那这样就更能 争显讲词内容的强额有力 那下一句讲 那下一句讲 借文蓝以古词蓝 词意 升起锋芒 声是多 锋芒是指突出 高峰 借着 借着讲词上的变化 来鼓起 言词上的变化 也就是说呢 依着讲稿的材料 在配合上缓急高低的 适当音调 才能把言词的表达 推至最高峰 显得更加突出 俗话说相辅相成 所以这次词与文 配合得当 互相帮助 把各自的优点 带至高峰 那这个是从正面说 那下文 是说到 词文配合 适当的情况 所以一正一反 这个也是 这个讲演书里面 常运用的 一个方式 落于全篇断落 不加详言 等于是你对于 这篇讲稿 没有很好的 深入掌握 结果呢 它这个内容是 比当和缓 反用急语高深 比语紧紧张 却用低声 还语 那是为 自相乖利 文语词 均 诗其神语 这个 这个 比当和缓 反而急语高深 比是指 讲词内容 它应当和缓 反而用急语高深 那内容已经到紧张处 却用低声 还语 那个是有 自相乖利 这乖利是 冲突 不和谐 那这样就 文语词 均诗其神语 这个神是比喻精彩 那因为配合 诗当了 讲词与言语 就失去了 精彩了 那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纵使它这个资料 讲稿 准备的很丰富 那就没有办法 显示出 它的精彩了 就好像 我们刚刚举的 这个乐曲 这个乐曲也谱得很好 可是呢 在这一段音乐 应该是比较 要 比较急 这个高深的地方 结果呢 你演奏出来是很缓 那该缓的时候呢 你演 这个演奏得很急 那这个听起来就很怪了 好 接下来讲了 所以四支 前条所举 乃是其常 本条所论 乃是其变 常指数端 变者多事 应当先知其常 尚需精通其变 常是规矩 这里讲四支前条呢 就是指 从 我们这个第四章的 甲段 始终发音 这里面呢 所举的是一般的规矩 那我们这里呢 提的本条所论呢 是它的变化 常指数端呢 变者多事 那规矩呢 只有几个原则而已 从规矩中 升起变化的方式 就多了 所以故当先知其常 尚需精通其变 所以一定要先守住规矩 规矩熟了 还要善用于运用 其中的变化 我们在讲演书要略 好像多次都提到了 我们守住规矩 但是呢 还要懂得变化 前面讲文 配合所举的是规矩 实际运用在讲演时 要能关机 配合听众的需要 守规矩是善 懂得运用变化是巧 守住原则 又会灵活运用 这个就是善巧 好 那一开始呢 那还是要懂得 守住原则 那随着不断的熟练 慢慢就能灵活运用 下一段柄是适与深调 那此段呢 是说明前段 词文配合的实际运用 实际运用 因为前面谈这个词文配合 主要呢 主要呢 有提到了 这个 什么时候 要急 什么时候啊 要 雨要缓 那 这一段呢 就是 举实际的例子 让我们来感受 所谓急语高声 跟低声 缓语 比方说 我们刚好呢 讲稿 这一段话呢 是决定词 决定词 这个雨呢 疑急 而强烈 雨或缓 而隐藏 这样的方式啊 就会让人家感觉 这个 很坚定 很决定的 感受 举了两句 第一句 是 缓而隐藏 那你表达出来呢 让人家有这种 很决定 坚定的感受 比方 我们来念一下 老实念佛 决定往生 这个是比较和缓的 不然你看 像念这个的时候 老实念佛决定往生 你念得很快 跟你 念得和缓 听起来不一样吧 但是你看 另外有急的时候 他也是一种 决定的感觉 举的 这个是我们熟悉的 无量寿经 第六评 这个出现 评历最高的八个字 若不讹者不取正觉 就是它是比较快的 若不讹者不取正觉 就很坚定 你假如说 若不讹者不取正觉 那味道都不见了 好 下一个词 游移词 那这个语调就移缓 生以隐藏转低 所以你看 这个语调要表达 都是有一种 一种意境 好 这个也是 无量寿经的经文 当然 举这些 也是我们熟悉的经文 这个就是能静取辟 容易感受 我立誓愿 宁可得佛 这个是 在请教 所以这个游移词 宁可得佛 不然他问老师 我立誓愿 宁可得佛 这个就有点怪了 再来劝请词 这个语或缓或挤 但是这个声音啊 句都要高 当然我们这个言语的 就可以 呈现出一种 劝请的味道出来 金正事实 如因据说 令众欢喜 这里提到 或缓或急 应该是这一段呢 你也可以缓着说 或者急着说 但是这个声音啊 因为是劝请啊 应该比较是 一种 振奋的语气 所以这个就 身距宜高 下一个是拒绝词 与疑疾 深或高或平 而连续 这里提到了 多谢你的好意 我的根性略 只能修念佛法门 这个是拒绝的 一个意境 那当然 还是要很诚恳 你的拒绝别人 也是要诚恳 多谢你的好意 那是真的要 谢谢人家 多谢你的好意 我的根性略 只能修念佛法门 下一个呢 游戏词 与缓急 深高低 没有固定 那当然 这个除了缓急之外 这个有时候 深调拉高 或者停顿 这个也都是在其中 读书 读成 书呆子 学佛 学成 佛呆子 好 这个 都 这个 与缓急 深高低 这个没有定 好 下一个是愤怒词 语疑急 深疑 强烈 因为是愤怒嘛 表达出来的言语 一定是急呀 而且呢 声音是强烈的 你这么做 太过分了 这个是 举的例子 恐怖词 恐怖词 与祸急促 身为高 与祸断絮 身平低 这个是 恐怖词 遇黑风高 竹铃发出 煞煞的声音 令人毛骨悚然 成德 讲的好像是 断絮 身平低 月黑风高 竹铃发出 色色的声音 令人毛骨悚然 这个就比较快了 好 喜乐词 与缓 身与急 身与急 身举响 所以 这个喜乐词 也不是一定的 比方说 是缓 缓 缓身 取平 学佛 是人生 最高的 享受 它比较缓 你假如急身 取享 学佛 是人生 最高的 享受 但是都是 就是喜乐的 一种 感受 好 愁苦词 雨 一缓 身 平 隐藏 愁苦 就愁叹了 所以 这个声音 就拉得很长了 老天 太不公平 愁苦词 哀悼词 雨或缓 或急 身高低 聚宜隐藏 也可以缓 也可以急 但身高低 都应该把它 隐藏 所以这个哀悼词 跟万喜词 都 相近 缓的话 一诗 一诗 足成 千古恨 疾 都是要隐藏的 一诗 足成 千古恨 啊 遲让词 雨或急 或缓 深 或高 或低 这个责让词 这是有责备的意思 这个与警告词相同 那这一句讲了 学佛学到堕阿比地 还不晓得是怎么堕落的 好 最后一个是惭愧词 语或急或缓 生惧取低 不管你是讲的比较 语调比较急或者是缓 但是这个声音都要比较低 因为是惭愧的心境 这语调一定是比较低沉的 惭愧 惭愧讲的不好 请大家多多包涵 这是惭愧词 跟规劝词也同样 以上所举 不过是劣势通常 多半适用于创作俱佳的 讲演 或举故事说明时可用 总需运用的自然灵活 而不照做 让人家感觉好像很刻意 就不是很舒服 不是很自然 可在日常生活中 与人交谈时 多练习揣摩 刚刚陈德示范 也是 很缺乏训练 所以大家参考 示范的不妥处 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曾经真的有听一位讲课的人 他讲课有录下音 那陈德听了一段 就打电话给他的护法 这个红法的人都有护法 我就跟那个护法说了 他的语速太慢了吧 比方说 他一开始要讲 请翻开经本 第二十六页 我就说 这太慢了吧 结果 这个护法说 说他觉得 现在的人 太浮躁了 所以他讲慢一点 才能够调伏大家浮躁 好像用意也不错 但是 首先第一个 用的方式 最好是人家比较容易接受 假如这么慢 我看 可能他都坐不住了 一般来讲说 不灵结而失之 这位训 你要循序 你不要一下子 那个方式 让他很难接受 你可以稍微缓一下 你觉得现在人比较浮躁 你稍微缓一下 但是不能让听的人觉得 受不了 那你的用意也达不到了 所以佛门讲 不能固执 不能执着 你执着在你的角度上 你就顾及不到 接受者了 再来 我感觉我们现在 要很慎重一点 就是听到一个道理 不能首先 就是要去教别人 要去度别人 因为一个道理 首先应该是自己要受用 自己不能度 而能度人者 无有是处 因为 成德 很多年前 跟大众 有讲到 上等学词 中等学词 下等学词 上等学词 能经得起老师的 磨练 折磨 然后 奋发用功 结果有家长 听完了 他就对我说 我要好好回去 折磨 折磨我那个孩子 但重点是 第一个 我们自己是上等学词 我们自己都不是上等学词 我们就首先去要求别人 是要上等学词 是要上等学词 这个不是中数之道 再来 你要先判断你的孩子 目前是什么程度 你要硬他的机吧 你不能一听完 就先想着 以很高的标准 去要求小孩 所以这个君子 有诸己 而后求诸人 无诸己 而后非诸人 这在我们应对 事情的时候 这个心态 要能关照得到 不然都会适得其反 对孩子很严格 对自己非常放纵 孩子心里 怎么可能会服气呢 所以上一次 有一个 同修 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当母亲 孩子还小 男孩 他就问了 要不要打孩子 他说 他遇到一个 在学术界 很有成就的教授 那这个教授 就告诉他 棍棒底下 出孝子 然后这个教授 应该是老教授 说我的父亲 对我很严格 确实是棍棒底下 然后这位老教授 就说 他现在非常感谢 他的父亲 小时候对他的教导 那老教授 这一番话 是讲给他的学生听 那请问大家 老教授 总结的 对不对 对啊 他总结 他的人生 但是问题是 他的人生适用 其他的人适用 因为法没有定法 可是今天我们总结 我们的人生 我们在传递给别人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考虑到 对方的状况 甚至我们有没有考虑到 现在这个时代 客观的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好心 有时候 不一定会办得了好事 假如我们 对于万法 因缘身 没有洞察 缘是条件 你要这样分析事情 比较客观 不然你下一个结论 最后因跟缘都不一样 那别人拿着你这句话去用 能结你的果吗 首先第一个 这个教授的父母 一定是以身作则的 不以身作则 打得凶 他的孩子 能接受吗 所以有没有配套 第一个 老教授的父母 也是言语力气的 很有德行的 而且他打的时候 是什么心境啊 打在儿身 痛在爹娘心 这种打法 孩子能不能感觉到啊 感觉得到 那你假如 现在当父母的人 情绪控制不了 然后还说 好 打 某某老师说 棍棒底下出孝子 他本来脾气就不好 还拿着这句话打 你说这个孩子能服气吗 所以配套是 父母以身作则 又不是发脾气 打他们的 然后这个孩子还要很有善根 这个孩子还能体恤父母的苦心 那这个陈宪 教出了一个教授出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观察到 真正有爱心的父母 他家里假如有三个孩子 有五个孩子 教法医不一样 不一样 为什么 每个孩子性格不一样 有些孩子 你说他几句啊 他就 惭愧的不行了 那这样的孩子还要打 有些孩子特别固执 怎么讲都讲不通 得要打才能有记性 那就看着办了 我现在出家了 言语要非常的谨慎 不然人家说 这个陈德法师赞成什么什么 到时候有人不认同 找我抬杠了 我们讲原理原则 因才施教 是原理原则 那包含 为人父母老师 自己的修养心境 都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重要的条件 像我们家三个孩子 性格都不一样 像我没有被我爸爸打过 为什么 我爸爸棍子一拿出来 哎呀 似食物者为俊杰 还有什么好顶的呢 那呢 你就顺从了 那你父亲没有道理 还要打你啊 那像我二姐 有时候这个脾气很硬啊 她是折善固执 虽然我二姐这个脾气比我硬啊 但我挺佩服她的 她那个硬里面有善根 她就是折善 她不是很会变同 她很固执 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方 她大学毕业了 那找学校啊 她师范大学毕业的 那可能亲戚啊 就认识某某名校的校长 想说 带你去认识认识这个校长 人家也是好意的 我姐说不行 我去见了 那以后一起去这个学校 其他的学生 其他的报考的人不公平 她死都不去 我当时真的是很佩服我 我姐 这个是我现在觉得 因为以前还没学佛嘛 现在觉得 过去生 持戒揪眼 绝不含糊 好 所以 能折善固执啊 就挺不容易的 所以你看孔子谈用人 你要修到中道不容易啊 修到中庸不容易啊 所以孔子领取狂卷啊 狂者净取啊 卷者有所不为啊 那个有所不为的人 他有气节啊 他决定不办 那种 以公 模斯的事情 我媚良心的事 死他都不会干 但是他有时候脾气也大 好 那用人取其长啊 这一句话 在这个时代啊 very important 为什么 每一个人 都不是从小学的 你假如说胎教就学了 母亲啊 三岁以前又很用心教 哇 这个语言太殊胜了 他过去生的习气啊 就在这个受胎教啊 三岁以前 把他调伏了 那你说 啊 诸位家人 你现在身边遇到哪个朋友 是这样的缘啊 哇 我看我就遇到老婆上 其他是这样的缘 呃 可能快快遇到了 为什么 有些家长听老婆上讲经 一二十年了 二三十年了 诶 有用在他的小孩 那他的小孩缘就不同了 总在育缘不同 可能下一届就有了 你们都观察得到 诶 真的 那个气场啊 就很很稳 不急不躁 不会有什么怒气 杀气 好 那 既然大家都是成年以后才学的 那要成就事情啊 每个人都有性格 每个人都有习气 论语又告诉我们 勿求备于一人 你不能求全责备啊 要求人 样样都得好 那你可能没人可以用了 所以用人取其长 教人择其短 这些话里面都有人生的哲理啊 好 所以待人处事 用人都要守中述之道 都要能包容 体察 这个时代的不容易 其实这一份心啊 就是我们 中华文化特别强调 主事的 厚道 人 人 人是加厚啊 厚道啊 比方 跟人相处 哪怕有误会摩擦了 只念人家的好 绝对不批评 比方说 老和尚就有讲经的时候讲到啊 那比方说 人家拿着录音带来 师父啊 师父啊 你看他批评你啊 老人家转手就把他丢垃圾桶里面去了 我只记人家的好 我不记人家对我不好 这自爱啊 爱自己的亲近心啊 爱自己 只记人家的好的 这种心境啊 所以人不要自讨苦吃啊 老法师说 最笨的人 就是把垃圾啊 别人的垃圾 垃圾 放在自己 纯性纯善的心里 那最笨的了 这一段你们听过没有啊 听过了啊 我们还放不放垃圾啊 那假如还放了 那就是把这么好的法语 能听到这样的法语很有福报呢 这样的福报又不珍惜 又不依教奉行 那就把福报给花掉了 这个就很冤大佛了 如凭得宝啊 这样的法语哪那么容易得到啊 所以成德啊 遇到老人家 遇到师父上来呢 我真的有一种感受就是 啊 只剩足矣啊 啊 我没什么遗憾了 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 我已经 用粗俗一点的话 我已经赚翻了啊 我没什么遗憾了 接下来怎么办呢 报恩啊 人生已经无憾了 那接下来 还在这个世间一天 报恩啊 哎 要报 师父的恩啊 佛菩萨的恩啊 《华言经》讲的 众生欢喜 佛菩萨欢喜 《了凡视讯》里面讲的 爱敬众人 即是爱敬圣贤 人通众人之志 即是通圣贤之志 什么是圣贤之志 每遇失事之人 各得其所啊 我们能够和爱和静 而安一世之人 就是为圣贤而安之也 所以圣贤人不是要我们去 对他好啊 照顾他 不是的 他心里时时都想着众生 苍生呢 我们能对我们身边有缘的人 爱敬 照顾好他们 这个就是给圣贤佛菩萨 最好的回报 看儒家这么讲 佛家也是这么教啊 孔子之志 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你发愿到一条龙 把这些孩子培养成圣贤 少者怀之 保证你得孔老夫子的加持 这很自然的感应 所以有佛法就有办法 哪怕我们都是成能才学的 只要我们用对心 世事无碍 依报随着 正报转 人心用对了 就敢诸佛菩萨加持 而且师父有讲过 越苦难的时候 佛菩萨在其中视线的越多 因为他大慈大悲 所以我们把心用对啊 那不知道会赶召多少缘呢 来加持 那对人要包容 像比方 有一个同仁 他才华非常好 也是古道热肠 脾气特别大 这个北方人 任经格 舍无悔者 北方强颜 那当然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也不是一定怎么样 结果呢 他最近啊 人际的冲突比较大 然后 就不止一个人呢 跟我说了 他脸很臭啊 脾气很大 那事实上呢 我们都是 看到人家的进步了 在这个时代啊 不退步就已经 很可贵了 学如逆水行舟 不静则退啊 黄念族老基督说 静一退九 哇 他还 他还能进步了 结果 我也没有啊 想说直接 要提醒他什么 当然呢 默默给他念佛 结果刚好 我跟他们谈话 人家有问一个问题 其实啊 我们在跟大众交流啊 绝对不是心里面 想着说 好啊 今天啊 我非讲谁不可了 我非好好修理谁不可了 其实有这种心态 讲不好的 然后呢 刚好这个同修问了一个问题 就问了一个师臣的问题 那本来是听他们分享 也可以交流 他们可以问问题 我们可以交流 主要是以分享为主了 所谓大家庭心与心交流 因为刚好最近 我们福州也办了个班嘛 结果这个师臣的问题 我就讲了两个小时 所以那一场呢 也没有分享了 就讲了两个小时 因为那个一打开 太多点都得谈了 结果他 见不惯人家情感太重 他很生气啊 那我们是讲师臣啊 结果这样讲讲啊 居然他开悟了 他给人家脸色啊 他去给了每个人道歉 你看我们又没有批评他 都有佛菩萨加持的 结果呢 他还说 我就是来见人家的过了 人家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大家总得要交流交流感情啊 像一家人的氛围 你在问教理啊 就很自然也很容易接受嘛 他自己体会的啦 不然他就觉得 怎么都婆婆妈妈分享 都这么婆婆妈妈的 今天 这个课程讲的教理都不谈一下 他就很受不了 后来他误了 他有法执 对法的执着 结果突然他就说了 我现在对谁谁谁是这样 几个月前我对谁是这样 我说对对对 你都误对了 前面他对谁怎么样啊 我都知道 我都没讲他 因为我们点一下点一下 他不是很能体悟了 这个不能了 时机没成熟 不能硬上 结果反而是他最后 借有一件事情啊 他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去年 他卡住那么多地方 同一个问题 所以中华文明啊 辱世道是 他强调的是悟性啊 他强调的不是知识的学习啊 所以达摩祖师传里面说的 我们不可轻视执迷不悟之人啊 他有可能在一念之间 转恶为善 甚至有可能转凡成圣 都说不定了 就像阿舍世网 人家在那一念就上品终身去了 好 那有时候啊 我跟同学们讲 你看 他领悟了呢 他有突破了呢 那可能对方就接话了 也不知道能保持多久啊 我说你先 以这个信任的磁场 去护念他 不是很好吗 你干嘛以那个 不知道能保持多久 你这个磁场对你对他有什么帮助呢 其实这一念心就没有终数了 是吧 这一念心是言语律人啊 宽以待己啦 说实在的 我们讲说 看他 看他能保持多久 我们 哪一个优点 老和尚的优点 我们保持了 或者孔子 哪一个优点 我们保持了 或者我们看到身边人 哪个优点 我们保持效法了 那我们假如都没有保持了 那我们都看别人 看他保持多久 这不简单啊 我感觉 这个修行真的非帝王将相所能为 一关都不简单啊 更何关 多少关啊 九九八十一关 这个九九也不是数字啊 是指很多的意思啊 其中一关呢 我们每个人都得过的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因为我们一见他了 我们就着相了 我们一见他人过了 我们看自己啊 就少了 反观的 时间经历就少了 所以公于论人者 查己必输了 那越看别人就越着相 有时候就回不了头了 这修行人的警觉性啊 很重要 所以孔子看到子贡方仁 方仁就是批评人了 结果子曰 赤也贤乎哉 服我则不暇 这句话把孔子的修学的状态 透出来了呢 我哪有那个贤功夫啊 侠不是是贤功夫吗 我哪有那个贤功夫去看别人 去批评别人呢 后来看到夏老的法语 跟孔子讲的完全一个味道啊 这个黄念老说 一笔孔出去 夏老说 学道之人呢 无剪爪之侠 也连剪脚指甲的时间都没有 那安有功夫 说闲话 所以真用功的人呢 都觉得时间不够用 那假如我们 还有时间发呆 还有时间打打妄想 那这个就不是真用功的状态了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丁 与生 病迹 就是言与生调 常犯的病迹 第一个 不合前列之方法者 都算是毛病 第二呢 与无次序 颠倒错乱 与无次序 那就是不按照准备好的大纲 段落与取承传合的次序来讲 那这就是颠倒错乱 第三呢 字句说不清楚 半吐半吞 使人不解其意 那这个就是口词不清楚 说话吞吞吐吐吐 这要靠平常讲话 多练习 角质 发音 多观摩 学习 才能令人 听得 清楚 明白 而不致 产生误解 陈德念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想到 老法师是安徽人 我曾经在安徽住了三年 安徽人讲普通话 我听不懂 那个腔调很重 所以 很佩服老法师 他是安徽人 可是他的普通话 能讲到现在这么清楚 不知道下了多少功夫 听说 那个韩馆长很严格的 讲完了 都提出很多批评 所以 从老人家讲的普通话 就知道老人家 立重的心很怯 所以他能调整到 几乎听不出相音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行人 所以有志于弘法立身 假如有相音的话 老法师就是好仿样 一定可以办得到 人不能发了愿 遇到境界也退了 遇到瓶颈 自己就找借口 不能这样 第四 停滞不能连续 讲时 停顿的时间太久 语气不能连贯 那这样就达不到 一气呵成的感觉了 第五 实时咳嗽 多半是紧张的关系 或是自己本身的习惯 大家注意 讲话确实是有习惯 因为我们太习惯了 有时候没有注意到 比方 成德假如 现在去听十多年前 自己讲的课 就会发现 第一个 这个台湾普通话 比较重 第二个呢 那个阿阿很多 这个 慢慢慢慢调 慢慢慢慢注意 不止你讲话的习惯 有时候自己察觉不到 连讲话的表情 动作 有时候自己习惯了 不是很妥 自己看不到 所以旁观者轻恩 当局者迷 还得人家提醒 像 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这个李悦老师就说 我讲课的时候 不能只看另一边 自己没有感觉到 可能另外一边 大家听着 眼神比较投入 我们不知不觉 就一直往那边看了 但是这样 人家听众就感觉 有点偏心了 所以讲学 能够有teamwork 是非常好的 就是三四个人一组 互相这样互念 提醒 进步快 第六 言语重复 词意 续瓜 续锅 这个续锅 可能是大陆的念法 台湾好像念 续瓜 瓜造 你们念 锅造 所以这个有地域上的不同 但是都要能理解 你假如是在台湾讲课 那你 人家说你念错了 你也要理解 我也曾经被一个人追着 你念错了 我一看 他是大陆的同秀 他说 谢谢 谢谢你提醒我 那这个是指 重复相同的语词 就是有时 虽表达的句子不一样 但我们仔细听 内容 意识 都在提一桩事 听了显得 繁琐唠叨 就是他的词意 续锅 老法师曾经说 我们现在出来红法 要摄受大众 德行 要超过古人 很多倍 诸位嘉人 你听过这一段话吗 老法师分析的挺客观的 为什么 现在外在诱惑多 你面对的大众 我们看 老法师那一代 到我们已经第二代第三代了 那个整个数值一直往下降 承德在学校的时候 所建的就是一年不如一年 不只是一代不如一代而已 所以老法师这些话都有对我们一种 齐勉 你既然要红法立身 那目的就是要让大众受用 那他得 佩服你 认同你 所以你德行 要能射受他 连讲课你也要 能射受他 现在的人心浮动 没什么耐性 你又言语很唠叨 我看 讲了二十分钟 走了一半 都得练 所以我们连 讲课的能力 都要超过古人 很多倍 大家举一反三 师父说德行要很多倍 连 讲演的能力 都得要超过古人 才射受得了现在的众生 我们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继续努力 第七 夹杂 闲置 土语 惠语 商众语 涉及 听众 短处语 夹杂 闲置 如 这个 这个 那个 就像刚刚成的说 我可能两句话中间都有个 阿 阿 哼哼哼哈哈 你呀 哪 废话 很多 若写成文章 皆属于废话一类的 这个都是夹杂 闲置 这讲演要干净 不能那么多 闲置 土语 一般人听不懂的 地方话 这个也要注意 比方说东北 也有很多他东北话 有时候我们一听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说北京话也很多 我记得我刚到北京去 听他们在讲 他们顺得不得了 我们就卡住了 不知道意思 这个都是我们一讲话 是讲给别人听的 就要考虑到别人 能不能懂 惠语 不堪入耳的 粗俗言语 那真的有这个情况出现 你讲的话 大众说要相信你都很难 会有惠语出来 人家对我们的修养 就打一个大问号 那是很难避免的 而且你讲惠语 心境都已经有波动了 不然怎么会讲这样的话 所以老祖先说 心平气和则能言 心不平气不和 讲出来都照口夜 伤重于 就可能得罪人的话 甚至于是 多半言者无心 听者有益 你都要敏锐到 不要让人产生 听者有益 所以讲学的人 很柔软 柔和直指 色身德 我们要色受众生 那得要柔和直指 防止众生 起心动念 不要让他听者有益 误解 所以一般 我们想到 孔子 在《论语》里面 有表演出一段 他接待 乐师的 过程 这个乐师眼睛瞎了 要上台阶的 即接 接也 然后 要请他坐下来 即息 息也 接下来说 柔载师 让他了解 所在的 有哪一些人 他清楚哪一些人 他就能 避免 其实自己没有这个意思 说者无心 可能听者有益 假如今天 你对在场的人 有很多是你不认识的 可是你刚好 在讲的 可能在批评 某一个人 怎样怎样 可是刚好 你讲的这个人的 背景 甚至行业 跟他相同相近 他说你是不是 纸杀 骂槐啊 那这有可能就 这个梁子就结大了 其实言语真的是一门 很重要的学问 我们只继续翻翻看 常理举要谈言语的很多 欲诗一人 不说得意话 包含 交浅不可延伸 绝交不出恶言 格言别录 大家 有空读一遍了 可能 都快一半 都是讲言语的 修养 言语的分寸 好 涉及听众短处语 比方说谈及 盲容阴雅之类 须知避免 其实连这些都 你说现场没有这样的人 你怎么知道 他爸爸不是 这种情况呢 我们都遇过 他很正常 可是他父母是龙子 所以 人就是 礼敬诸佛 都没这些问题 奥巴好用术语 古典 文言 外国语等 术语 是专有名词 若非 内行人 就听不懂 所以 通俗 讲言 尽量 避免 用太多 术语 这个老人家 给我们的榜样 不得不让我们 树然起敬 老人家 讲的是 大臣 佛法 但是讲得 这么深入 浅出 老人家的文笔 非常非常好 可是你看 他讲话 这么直白 这都是 实时能 体恤他人 体恤听的人 所以 至天子 以至于素人 一世界 修身为本 我们在 讲演的时候 都要能体察到 大众的状态 接受度 甚至于 有时候 你觉得一句 应该大家都知道 的话 你讲出去了 看底下 有些人的表情 是 不理解的 你都要赶紧 解释一下 你这么做 他会很欢喜的 因为 他感觉到 你是 有替他想的 有顾及到他的 古典 是文学典故 文言 只非白话的 言词 讲到这里 这个去年 二月 我在马来西亚 有一个 长者 他应该差不多 七十岁吧 他刚好 来我住的地方 我们在庭院 跟他们交流 结果他就说 说他听我讲话 他说我讲话 很好听 我就听得懂 六十% 这马来西亚讲 %都是讲% 我一听都傻了 原来 他有很多都听不懂 我自己都觉得 这个很不好意思 所以因为你又有古典 或者又有文言 尤其假如这个地区 文言文不是很熟悉的 你一讲文言文 他的头就发胀了 他有一种心理作用 你一讲文言 就像我以前考试 一看文言文发下来 我也会这样 所以要己所不义 勿施于人 不简单 我自己现在在讲文言文 我也没有顾及到他们 我以前一看到文言文 确实就很有恐惧感 所以今天读的这一段 要更提醒自己 前几天 我们受恶的同学 做口识报告 教授指导的特别的细致 仔细 真的是 真的感觉 好像他们一生的功力 就合盘拖出 要加持这些同学 其中提醒到一点 写论文 你一定要考虑到 看的人 人家能不能看得懂 你不是你看得懂的 你是写给别人看的 所以念念未人详 在哪里 在写论文的时候 展现出来了 在讲演的时候 也是展现出来了 在你宿舍生活当中 一些细节 也都会展现出来了 你在用公共的东西 你都会考虑到 后面用的人 人家跟你住在一起 就会觉得很舒服 他会从很多细节 感受到你的念念未人作响 一个人的涵养 在共住的时候 特别能够彰显出来 若引用太多 你用术语啊 古典啊 文言 听起来似乎 动听文雅 未必契合听众文化水平 特别是现代人 特别是现代人 懂得文言文的人太少了 因此讲词越浅白越好 耗用外国语啊 若非必要 似乎显得炫耀的样子 因为人家可能听不懂啊 好 这个七跟八 像 在准备讲词前 必须三番审计 我们在三番审计 就了解听众的状况 程度 就要拿捏好 第九 声音不能使全体静闻 讲话声音 务必要能贯彻全场 你总不能让人家听得很吃力 这个多用腹部呼吸 这个对单甜力有帮助 而且你也不能长期太依赖 麦克风 程德有一次 在海南省 到其他的县市去讲课了 那个场地很大 结果遇到什么呢 停电了 讲不讲 人都来了 你不讲吗 哇 那是真的是使出力量 也把它讲完了 所以人都要 能应变 突发状况 不能养尊处优 第十 努力发音 使声 施哑 就是唯恐听众听不到 使力的大声讲 致使声音 沙哑 这个也会让人听起来了 不是很 舒服 这个也要有敏感度 能够去体察到 我自己也常常犯 比方说 那个麦克风明明 很敏锐 声音呢 大家都听得到 但是我太用力了 后来 有察觉到 赶快调整 人也不要 把自己的体力耗在 没有意义的地方 都要敏锐 有时候你 你不能洞察到 然后又有一个担心 怕声音不够大 然后又大声讲 最后又搞得 讲到后半场 声音还沙哑 十一 迟意已尽 富士拉扯堆垒 俗名挂铃铛 所准备的讲稿 已经讲完 还甚有时间 就随便讲些 无关紧要的话来 应付 俗称挂铃铛 所以讲完就收场 时间味道 不是大毛病 你把准备的 都讲得很清楚了 那也没关系嘛 因为你 就为了剩下的时间 在那里谈 别人也能感受到 就好像一出戏 我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 看连续剧 他假如很精彩 最后就收尾 看得很 好 好 很舒服 假如就 又多拍了三五集 一直在那拖啊拖啊 就看得越看越 本来前面看了还觉得很 很蛮不错的 后面一直拖 拖着去 哎呀 最后那个感觉都很不好 这个我们闽南话就 就有叙述这个 拍戏拖变 就是形容 那个你后面在那 一直在拖时间 那当然 有时候呢 我们言语简练呢 也要养成习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啊 比方说很怕接这一个 朋友的电话 因为只要接起来 没有一个半小时 不可能结束 好 那首先呢 我们不能是这样的人 假如你真的遇到了 那你真有事啊 你还是要懂得应对 也恭敬真诚的应对 你不要撑到呢 你的脾气都快爆了 然后他自己 也不知道问题在哪 好 我们看十二 不能遵守时间停止 此条 不守时间呢 只时间到了 还继续讲 这才是大毛病 所以时间到了 必须要结束 对于时间的控制 首先 讲稿要熟 自己应该清楚 哪些内容是阻止 哪些是次要的 就是自己都要能 掌握 再看 李秉兰老师 论语讲要 李师公说 你当一个县长 你就要能够掌握一个县 不是每一件小事 你都就管 但你是可以掌握的 同样我们今天 写好讲稿 我们去讲一场讲演 我们也是 能够掌握 这个讲稿 甚至于你谨慎的人 你都会 还没到 你可能就先三番审计了 去了解了 凡事欲以择立 不欲则非 我们主次要清楚 如故事公案辟喻 那这个是属于次要的 发现自己 将提早讲完 此时这些事先 已经准备好的故事 辟喻 就用得上了 若发现自己讲词 可能讲不完 这时语气 可以加快 一些不重要的 兵培 故事辟喻 就可省略 大家读这段 跟做事一不一样 你做事都要随机用变 可能讲不完 那当然要赶快调整 可是你的语气 可以加快 你的心不能慌 所以要把事做好 定力还是很重要 你心是定的 你加快 听众的心 不会浮动 你一加快 你自己也慌了 听得了也会受影响 你甚至于语气 再加快的时候 讲得重要的 你还是一样 一扬顿挫 还是一样 眼睛炯炯有神 看着听众 那这个时候 一些不重要的兵培 就要取舍了 要省略了 所以说 好的讲演 一定是时间到了 该讲的 刚好讲完 那这个也是 掌握的恰到好处 因为听的人 有时候情况 你不清楚 人家可能 待会时间到 要赶下一个约定 那你又 没遵守时间 他本来听的 还觉得你讲得不错 然后你在那 时间又过了 他在那一着急 那个美好的感觉 就没了 或者呢 他家里的人 在楼下 在门外等他了 你会破坏 他家庭的和谐 你拖得太久了 一出来 怎么 他先生来接他 很不耐烦 下次不带你来 那这个就有可能 因为我们产生人家的困扰 这个都要考虑到 好 所以假如你真的 这个原句原善 下次不一定见得到了 你真的要延长 你可以跟听众讲 哎呀 有个很重要的部分 可能还得十分钟 时间不允许的 可以自行离开 哎 你看 这都可以应对的嘛 那当然你要延长的时候 就要问一下那主办人员 不知道方不方便 然后你要尊重主事的人 尊重听课的人 再来调整应对 那当然呢 这个陈德啊 时间遵守做的特别不好 所以今天呢 时间到了 这个已经被提醒到了 要从当下改正起 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